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初做香港的 沒有人理我 每個人都覺得 你聞回頭 每個人都向前走 但我堅持走向後的時候 我覺得 我找到自己 做自己是最開心的 四、五年前 開始找回香港的 我就覺得 找到我自己最喜歡的 風格去做 自己是香港人去做 自己本土的old school 我覺得好過做別人的old school 怎樣做都做不得極致 但香港的我明白 我容易明白 所以我有 信心可以將這些 做到極致 在我人生裏面 接觸了紋身 我想一兩年後 開始有這個想法 就很想去學習 這個手藝 我試過去紋身譜 問收不收學徒的 不過那時候 在香港紋身 那個圈 你白撞上去 多數都是不理你 或者要你給一筆錢 都是說錢 那我沒有錢 那我就自己 找辦法去實現這件事 小時候又不是說 想學 明天立刻有錢學 那他做速遞 存錢 存到有個錢 可以給我買些機器回來練 頂到少許生活費 去學習這件事 那就一步一步走出來 後來自學了 我想年多 其實都是亂進來的 亂撞的 撞到一個 叫阿明 明師傅 那是 學畫畫班 有個同學去紋身 那我就跟了他上去紋身譜 那師傅 就說 我都想有個人幫幫忙 你自學 你的東西又錯了 不如我教你適合的東西 幫幫忙 當是學一下東西 就開始接觸到 怎樣去正確的設置 應該是怎樣去 過程怎樣去做一個紋身 那就是由他身上那裏學回來 未開五九之前 我就在Company Tattoo 那裏 和Vince一起工作 那做了一年多 有自己的想法 還有都有一班朋友 駕電單車 有些朋友又剪頭髮 那很想租一個地方 有紋身又剪頭髮 又可以玩一下電單車 初時是玩的 就不是說 一來就要做一間 這樣的紋身 非法店 租了一個地方 多了一個位 有朋友又說 不如你試試駕個位 給我做爸爸 我都很喜歡一些很卡式的髮型 那大家喜歡舊東西 就拍在一起去做 那就拆出這個火花出來 怎樣都做到現在還有得做呢 因為我們自己真的喜歡這件事去做 又用心去不斷學習不夠 真的沒有停下來的 如果以前在舊譜 都會有不同的風格紋身師 但不過 預期什麼都有 不如做專一飯 那 給人的感覺 我專門做old school 在香港 一來會容易把這個文化 帶給大家更加清晰 還有 你來到 你就是想 old school 什麼畫風 適合你 不用再想 那麼大 什麼風格適合你 就把範圍縮小一點 還有 有時 把old school的知識 教一些 都容易一些 我第一個紋身是 17歲 去陪我朋友紋身 那我朋友就去 尖沙咀有一間老字號 叫精藝紋身 都是開了很久的 陪我朋友去紋身 見我朋友紋完 挺有趣的 然後就試了紋第一個 紋粒星 那些old school的星 那樣 開始接觸紋身 這件事 有意思是紋身 會 近這幾年 我去找到 新奇紋身的 第二代的師傅 去紋的圖案 都是紋一些 香港的特色主題 因為 開頭想去做這件事 就 不知怎樣去做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找回舊師傅 直接紋身 看一下他們 怎樣做 上色的技巧是怎樣 這樣去學習 那 近這幾年文的香港事 我都是對於我比較有意義的 微信心 是 好 是 是